大学不是法外之地 香港大学学生会也确实到了非管不可的时候了 他们一直在玩火 从2014年3月份 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官方刊物学院公开宣扬这个港独 到去年8月份 他们在花了10万8千港币在苹果预报登头版 去支持黎智英 到今年2月份坚持播这个港独的电影 到今年4月份 他们公开反对在港大里面推行国安教育 他们确实越走越远了 经常上大学校方发这个声明 我觉得是在把这个法律的责任划清楚 把这个界限划清楚 因为香港大学跟香港大学学生会确实是两个不同的团体 这个法律上是两个法人 所以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很密切 密切但是他们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法人 我觉得这个声明的意义 就是香港大学可能感觉到香港的国安警察有可能会行动的 而当国安警察行动起来的时候 这个法律的责任就会搞不清楚 比如说香港大学继续为学生会管理这个钱 当这个师库 当这个出难 把这个钱进进出出 那将来调查起来 香港大学这个责任就说不清楚了 人生的会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